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官博点名王一博 宣传2021中国网络诚信大会 粉丝却有新发现 说到正能量艺人王一博一定是当之无愧的 出道至今王一博已经被赋予了多个正能量身份 从形象大使到宣传 志愿者 每一个身份都是对王一博最好的认可 最近2021年中国网络诚信大会 将在7月15日举行 这一次王一博又被官博点名 先是和天天兄弟们一起录制了宣传片 随后又录制了一份单独的宣传片 王一博在宣传2021年中国网络诚信大会 粉丝们却在评论区纷纷讨论 发现了新的亮点 视频中王一博依旧是清爽简单的寸头造型 不过对比之前似乎长长了一些 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体恤 整个的气质如同林家的大男孩一样 通过他的发型评论 欧的粉丝朋友一下子就认出 这一定是最新录制的视频 是新鲜的王一博 仔细看看感觉这一次的王一博 看起来非常稚嫩 仿佛隔壁学校的高中生一样 官博陆陆续续地发出来 很多艺人的宣传视频 其中王一博的播放量 评论量是最高的 而且粉丝们也都积极地表示 将在7月15日不见不散 作为新青年艺人 王一博一直都在以身作则 各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宣传片中基本都会看到 王一博的身影 王一博的宣传从来都不只是 随便说说 每一次都能够带动粉丝朋友 又和他一起宣扬和传播正能量 王一博不论是爆红之前 还是现在都没有改变自己低调的态度 而且他不论做什么事情 都会坚定地做很久 王一博每一次被受到主流媒体的认证 每一次登上央视的舞台 对于王一博来说都是一种嘉奖和鼓励 王一博身上有很多的美好品质 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一路走到今天的位置 他清醒而且自知 总是能够知道自己要什么 该如何做 王一博能够一直保持着青春活力的状态 也是因为他的内心和精神都足够充实 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热爱的事业 这就是他一直保持活力的秘诀 近期王一博也将开始 这就是街舞第四季的录制了 看到王一博又将奔赴在下一场热爱中 舞蹈也是王一博坚持了十几年的梦想 如今新一季节目录制的剧透 曝光真的证明节目即将要来了 终于有能够看到在舞台上 自由释放自己的王一博了 喜欢王一博真的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 庆幸能够在这样功利的时代里 能够有这样一个大男孩 匆匆忙忙地奔走于自己的热爱中 不顾一切 庆幸能够在喜欢他的同时 重新认识自己 为了能够向他靠近所有的粉丝朋友 都会更加努力 变得更好 庆幸看着他十几年如一日地追逐着梦想 庆幸大家都跟着他找到了保持活力的秘籍 不得不说每一次粉丝朋友 总是能够在王一博的身上 有新的发现 王一博真的是一个值得反复去挖掘 去研究的人 因为他总有一个闪光点 会照亮我们自己 大家一起变得更好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